- 各位亲爱的老铁,大家看到我这一身后装备了吗? 还有就是我背后的这个挨挨的白雪 我现在身处在吉林省的长白山三脚下 来给大家试驾沃尔沃S60 S60这款车并不是很新 为什么大冬天的我们要跑到长白山来试驾这款车呢? 我们试驾的这款车比较特别 它是一个T8的版本 也就是插电式混动的版本 跟燃油版不同的是它在后轴布局了一台电机 所以说它是支持电动的这样的一个电控的四驱的 然后这辆车的整体的动力输出是比较夸张的 它的上面参数综合最大马力能够达到390匹 最大扭矩是640牛米 得益于电机的加入 官方的零百加速时间是4.7秒 整体的这个性能比较有看点 而这一次试驾呢 也主要是在一个冰雪的路面上 然后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比较酷炫的动作 比如说飘移 它是一个前驱平台 怎么飘呢? 因为它有了电机的加入 所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四驱的车 而且这辆车在纯电模式下 它是可以实现一个单独的后驱的 所以这辆车实际上可玩性是相当的高 那就不废话了 我们直接开始今天的试驾体验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来到了这个 临时在飞雪路面上规划出来的一个小赛道上 然后先来试一下它的这个全轮驱动模式 来吧 我们先走一圈 咱们这辆试驾车是已经换了这种冰面专用的雪梯胎 所以跟大家买到的那种原厂状态的轮胎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现在进一个大弯试一下 行驾 它那个姿态比别人挺不好的 其实整个车头还是很可控的 稍微给大了之后它就会容易飘起来 其实在全驱模式下 在这种小赛道中玩的话 其实它整体的这种车身的可控性是很高的 接着我们来试一下这辆车的存电模式 因为它的这个电机是布局在后走 那这个时候它也进入了后驱模式 确认一下赛道的安全 已经进入存电模式了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这辆车的这个电池布局在了整个车厢的中部 然后它的电池的容量是11.6千瓦时 NEDC工况的一个纯电的续航里程是52公里 明显感觉到这种纯电的模式下它会更加的好玩一些 但是因为纯电的这个电机的功率 它毕竟跟发动机和电机同时处理这个动力差距还是有点大 所以在这种弯中去全油的时候 并没有特别畅快的滑起来 再来变全轮驱动模式 其实在这种冰雪路面的这种驾驶 你可能并不能感受到这辆车能够做到4.7秒的这个破摆的这种实力 但是整个这辆车因为它是一个标准的状态 然后整个这辆车的一个操控调效是比较出色的 所以这种弯道当中就感觉很难玩 即便是像我这样就是有点滑过了 但是依然感觉它这个车身它的一个姿态的变化是比较稳定的 在冰雪中这算是一款很好玩的一个车了 其实之前在日常的咱们那种赛道上体验过S60的前驱版 比如当时的B5的车型 感觉这辆车的整体的一个赛道的操控性是比较出色的 这主要得益于它的整个悬架的设定 前双插臂后多连杆 而且悬架的材质是纯铝制的 整个黄下质量是比较轻的 所以说整个这辆车的一个运动的性能是非常强大的 现在我很开心的从赛道上回来了 说实话这辆车的整体的操控性能确实非常不错 再加上我们这辆T8的车型 它有这个电机的租力 所以说整个动力的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 接着我们再来聊一下这辆车的一个静态的实用性的表现 我现在坐在前排 就是整个座舱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沃尔沃的加速化设计 这个标志化的竖屏没有什么太多的特色 而且车机的话其实也比较传统 也没有什么太多智能化的东西 但是整个这一套看上去是比较简约的符合这个品牌的定位 然后整个的这种设计的实用性是比较不错的 比如说方向盘手感很不错 然后挡板的话它是这种拨一次跳一个挡的这样一个设计 然后它的这个做工还不错 用起来的手感也挺好的 然后我觉得前排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它这个座椅包裹性是真的非常的好 除了传统的这个腰托 然后还有就是腿部的这个侧边也是有包裹的 所以在这种赛道当中去驾驶的时候 它能够很好的将你的身体承托住 整个这辆车驾驶席的一个乘坐感受是非常出色的 然后在这里我还想提一个点就是它的这个安全带 是用了一个主动预警式的安全带 如果说车辆检测到你现在正处于一个危险驾驶的状态的话 它会主动的去拉紧你的安全带 然后让你在座椅上束缚的更紧一些 另外配置方面的话这辆车的整体配置也很高 我们这辆是一个顶配官方指导价是46.19万 然后配上了一个哈曼的音响 14个喇叭的哈曼的音响 然后这辆车是有ACC 然后整体的这种配置呢 也对得起这个价位的车型 接着我们再去后排感受一下 这辆没有经过加长的B级车 它的后排空间表现怎么样 因为没有加长 所以它在空间方面的劣势也表现的非常明显 前面是我的标准驾驶坐姿 大家可以看我的这个空间 腿部还能有一点点余量 然后头部的话还有个一拳 乘坐两个人的话 后排其实还能接受 但是因为它的电池放在了中间这个通道上 所以这有一个特别高的一个凸起 中间要再乘坐一名乘客的话 整个后排就会变得特别拥挤 所以这辆车其实更加适合于两个人 或者说三口指甲来用 如果说再多的人的话 那这辆车的空间可能就会变得捉襟见肘 经过一天的体验 我发现这辆S650T8版本整体的这种操控的感受 包括它的动力 包括它整车的这种操控的一个稳定性 确实是非常出色的 我觉得这辆车放在40万的这个价位来说做一辆非常好玩 非常有操控乐趣的车型 是比较优秀的一款车型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这辆车如果说作为城市使用的话 它的空间是偏小的 所以在满足家庭用户方面可能就并不能够达到很多人的一个需求 它的价格是从39.99到46.19万 实际上就两个配置 那再加上它能够上绿牌 对于城市的一些经营人群 然后同时需要一块绿牌的用户来说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但如果说你的需求不在于此的话 这辆车跟BBA的同级别车型去相比 它在整体的这种综合产品方面的优势就并不是特别明显了 所以说具体选不选它还是要看你的需求